我们现在来讲解上背部延时点的示范 中间触摸这是脊椎 然后一根指头旁开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另外一次一样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一个操作者一定要站在一脚是在肩旁另外一脚是对着他的臀部 好站好之后然后先找出我们要按的点上胸椎按的点就是在脊椎 那第一个点沿着肩膀这样划过来 好 噴到骨头之后 那 一指宽 找到之后 旁边这个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的 好 假设找出来之后 我们身体开始向左侧旋转 这时候两脚乘一直线 那左边的手当固定手 然后右手呢 就直接靠过来 这时候掌心向上 然后要避开他的头部 这时候身体再往前往外 让手肘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样才能用身体的力量 好 至于按推的方向呢 是呈一直线 不是这样斜斜过来 是这样下来 好 我推给大家看 好 第一点找到了之后 它是这样 好 第一点按完之后 接着下一点 好 第三点 好 这三个点按完之后 我们再来按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的找法一样 中间是骨头 那我们肩膀一样跨过来 碰到骨头 这里交接处 那旁该一直宽 好 这里一直宽 那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的点 找到了之后 第一个点找到 你按的 看你的幅度 宽展 然后接下去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 这样三个点 就是我们要按的 好 另外一手一样 好 当作支撑手 然后右手靠过去 一样要避开头部 那方向 不是这样的 也是直线的 好 按下去之后 那身体往前 往外靠 好 这是第一个点 每一个点 一样按推个 七八下 来回一定要均匀 好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好 当上胸椎 这三个点 都按完之后 我们这时候 身体 就起来 起来之后 旋转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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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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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回来之后 我们开始从第三个点 我们一路要按下来 那这时候的工具 就用手心向下的方法 好 我们把右手当支撑手 那这个手肘靠过来 靠过来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个注意它的角度 不能这样抬得太高 抬得太高很尖锐 会伤到患者 第二个要注意 你不能身体太后面 斜斜的做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身体往前 接近到这里90度 但还不到90度 为原则 那整个位置找对了之后 我们开始来按推 前后的方向 好 这时候要注意的还有一个 就是要角度很小 角度如果过大 这样会碰到骨头 还有碰到外面的筋 患者会不舒服 所以角度一定要小小的 那每一点 一样按推七八下 好 第二个点就沿着上一个点 这样下来 一点挨着一点按 中间不能有空隙 来回的力量一定要均匀 不能只有往单方向出力 这样是错的 一定要来回均匀 好 做完这一边之后 我们再做另外一边 把手抬起来之后 用左手测试一下骨头的位置 然后接下 刚刚按上胸椎的第三点 接下来做 好 找出来之后 我们靠过来 一样 注意手的姿势 不能抬得太高 然后身体要往前 不能太斜 这样都做不出来 好 这个角度刚刚好 好 每一个点 按推 来回七八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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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胸椎按推完之后 身体再站起来 然后开始要上胸椎的舒缓方法 舒缓方法一样用我们掌心的痘状骨 痘状骨有这两个 如果右手就是这两个 大家看清楚之后 就是以这两个压在肩上 那我做给大家看 这样压住 不要整个手掌就趴住 一定是靠着痘状骨的力量 直接往下压 然后再左右 前后 前后的舒缓 好,这也是前后 前后 好,前后来回的力量均匀 好,这一边舒缓完之后 一样另外一边 也是用痘状骨压在筋上 来回均匀的舒缓 好,以上是上胸椎 按推和按推及舒缓的方法 好,这一边捏 先把身体伍过来 来回均匀 静起来回均匀 一边扫刀 好,我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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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